香港人民哲學會網頁 周超言 學校教育民主化 道言 現代社會政治哲學思潮的重要問題是民主如何落實? 這個問題擴充滲透入社會內每個地方 成為社會中每個組織機構的一些政策上之大問題 在教育方面 民主教育與教育民主化的實踐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其牽涉之論點繁多 例如有民主的教育制度 民主教育的實踐 學校教育民主化等等 本文嘗試把問題收窄 只討論學校教育民主化一方面 而且討論之形式亦集中在理論層面和原則層面 一 為什麼我們要推行學校民主教育 換言之 民主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呢? 民主教育的目標大致可從道德 認知和精神三個角度去說明 民主教育應鼓勵各人將基本的道德原則內在化 使他能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立場 透過道德判斷能力培養 發展到一個具獨立性的道德立場 使各人操守的成長 民主教育也應使各人認識大自然 人際關係和社會政治的運作 通過其好奇心和想像力的發展 而能掌握實踐性的知識 了解合作的意義和鍛煉參與公共事務所需要的技能 在精神方面 民主教育的目標是幫助個人心智的成長 了解自己和實現自我 通過參與群體互動和合作性作 而培養出對社會的責任感 繼而引伸到他人存在的重要性 民主教育的精神綱領 談學校的民主教育之前 先要清楚民主教育的理念 而思識是透過學校教育 我們想學生明白什麼是民主精神 民主 民主 這個概念自古至今全色 所解的人非常之多 大抵可將之包括六項基本要素 自由 平等 尊重個人 人格 人格 人格的統整 個人對公共福利負責 以及行動基於思考 自由的表現基於理智 2 2 利用上述之民主概念 我們可以引導出以下的學校民主教育的精神綱領 1 理性 自古希臘阿里士多德碼頭 一句哲理名言 人是理性動物 3 理性是人類的共識 我們要讓學生了解 要從理性出發 去尊重他人 公正無私 2 了解社會 教育學生 了解社會 生活和政治運作 有一定認識 有一定主張 3 有一定表達能力 要說理 就要訓練學生有一定之表達能力 從討論中得到表決 以上三項是民主教育精神的總綱 若果學校的教育要達到民主化 則學校的體制與運作及一切互動都要以此為依歸 從而 希望利用民主教育 去傳播有關民主的概念 和培養接受民主的態度 使公民能養成民主參與的習慣 學校教育民主化 民主教育並非教條的背重 其教與學皆須要通過 生活經驗的反省 此能顯實效 應用度威的一句話 學校式社會 四 他的意識識是 不能叫學生直指的向已有的知識進軍 不能由教師把 完成的教本向學生注入 在民主教育的範疇中 學校教育本身的民主化 應該能使學生從他們的學校 生活中認識民主 和通過在學校的經驗 去培養民主的習慣 使他們能了解和接受 互相協調和適應是生活的重要原則 要使學生體驗民主精神 就要將學校造成 一種民主社會的氣氛 讓學生親身 融會於其中 得到分圖 那麼 學校整體上下一心 無論在課程設計 學習時間的安排和行政管理想 都要考慮民主教育的具體要求 最後無求達到開放校證 鼓勵學生討論和批評校方 所規定的政策和規則 以至讓他們的代表參與校證決策 藉此培養他們的自治精神 學校教育民主化可分幾個方面來討論 教育機會的平等分配 2. 學校本身的自主性 3. 校長的權威 4. 教師的權威 1. 教育機會的平等分配 首先 教育制度本身要民主的組織和分配 若一個教育制度未能 照顧社會成員的教育需要 或妄顧人民對教育之意見 則這國制度便是不民主 4. 常言道 5. 有教無類 5. 不要讓文化背景 5. 社會經濟狀況及其他因素干擾 5. 而帶來教育機會之不平等 5. 我們期望教育制度民主化 5. 讓學校公平地給予每一個層面的學生 5. 也得到平等入學接受教育的機會 5. 這樣學生在入學時 5. 以感受到學校教育並不是特權教育 5. 而是從理性出發 5. 尊重他人 5. 公正無私 5. 人人機會平等 5. 但是 5. 者女要補充強調一點 5. 教育機會平等 5. 並不是天賦平等 6. 右 5. 無可否認 5. 每個人天賦人權 5. 均應被待如一目的 5. 此一皆命對人一事同人 5. 無分彼此 5. 性別也 5. 夫色或種族也 5. 出身之高低也 5. 父母的經濟情況等 5. 皆不足為一個限制 5. 不論一個人在哪些偶然的境遇上的情形如何 5. 他應以其為人而被人所教育 5. 因爲他具有人之作為人的通性 5. 理性 5. 識此而以 5. 既然每個人均有他的價值 5. 基於民主教育精神之綱領 5. 尊重他人 5. 公正無私 5. 那麼 5. 他所有之一切才能與特性或潛質 5. 必須使之實現 5. 但 5. 這並不代表我們教育資源 5. 物力完全平均地分配給每一個人 5. 因爲人類天父有之餘之別 5. 在創造發明與事業之發展上 5. 識有不同之成就 5. 若依據天父平等之理論 5. 我們既不能使如下者奮發自強 5. 以與上知者並加齊驅 5. 如此 5. 細必壓制限制上知者發展創造 5. 將為社會上知最大損失 5. 正如柏拉圖所說 5. 不平等即採用平等的方法對待質素不相等的人 5. 正如是一個不平等 2. 學校本身的自主性 5. 由於學校教育每年要消耗公眾大量的資源 5. 而政府由是代表公眾管理社會是無的組織 5. 所以學校向政府負責是理所當然的事 5. 不過 5. 學校亦不應完全由政府來支配 5. 因爲這等於成形政府永遠是對的 5. 和政府比學校更能辦教育 5. 在真正的民主社會裡 6. 沒有一個組織機構是永遠是對的 6. 這不是民主精神 6. 為了要配合民主教育的精神 7. 綱領 1. 建前民 7. 使學生感受到民主教育的氣氛 7. 政府應盡量減少支配學校 8. 但學團體亦要盡量減少對學校的監管 8. 這樣 9. 學校才有一定的自主性 9. 否則便會失去其在民主社會教育的功能 9. 校長的權威 9. 有關校政決策的探討 9. 由前民可知 9. 民主教育的精神綱領 1. 要從理性出發 9. 尊重他人 9. 自由而引導出民主社會 9. 或民主教育的學校 9. 生活的價值應含兩個指標 1. 團體中或學校的成員 9. 有沒有共同的目的 9. 其利益是否由所有成員分享 9. 成員之間的相互交往是否自由和充分 7. 基於上述的兩個民主教育的學校 9. 學生互指標 9. 學校的校政決策 9. 應該循著這兩個指標而去實施 9. 但是 1. 一般中學校長會以學生還年輕 9. 心智上未成熟為理由去解釋 9. 校政封閉的現象 9. 而且一般人的印象是校長是獨裁的 9. 多數事不開明 9. 民主的 9. 他們對校政決策有無上的權威 9. 其實 9. 在民主的基礎裏 1. 方面肯定個人之智慧 9. 另1方面認定集體智慧高於個人智慧 9. 集體智慧 9. 必須尊重公義與集體之利益 9. 所以一個開明民主的校長 9. 應該為了實踐民主教育 9. 把決策權力下放 9. 多餘老師相依 9. 甚至接受學生有參與討論的權利 9. 最佳的方法是 9. 當校長要質詢教師和學生時 9. 教師和學生應該明確地認識到自己在知相情中所扮演的角色 9. 到底自己的任務是提供意見 9. 或是參與決策 9. 其實 9. 真正的民主教育是 9. 應該符合度威的 9. 從造中學的教育哲學 9. 教學要從學生的現實生活出發 9. 並且負資著於學生的現實生活 9. 時故 9. 教學應為學生著想 9. 以學生互動為依歸 9. 所以 9. 學生應透過參與開放民主式的校證決策 9. 從而獲得民主的教育 9. 學校組織是否民主 9. 決定在行政人員 9. 教師 9. 學生能否在不同程度上有參與校證決策的權利 9. 例如 9. 英國的所謂公立學校 9. 的行政組織和運作是相當獨裁的 9. 一些西方的進步學校 9. 如尼爾 9. 創辦的下山學校 9. 卻以開放學校為辦學精神 9. 師生一同參與校證決策的情況可為將民主教育 9. 帶進一個新領域 9. 甚至極端 9. 教育民主化不單是靠學生討論和批評校方政策 9. 以及參與決策和情來實現 9. 還可以有許多渠道能使學生認識和經驗民主 9. 例如 9. 學生可通過學生會 9. 班會等組織去學自治 9. 通過同軍 9. 公益少年團等組織去培養自主 9. 離他 9. 協作等可育的生護態度 9. 各類型的課外興趣組織能助長學生的心智發展 9. 使他能通過趣味的追求而緩起其創造潛力 9. 而且 9. 這些課外互動的推廣無二可為學生以後的民主生互作準備 9. 兼且也能讓他們獲得一些自治的經驗 9. 於是學生組織和學校行政便可在最低限度的干擾下達到民主教育和教育民主化的目的了 9. 教師的權威 9. 有關教師角色的探討 9. 要符合民主教學目標 9. 不但在學生思想上應打破權威之束縛 9. 式使教師本人亦不應以權威自居 9. 以防外學生理智之發展 9. 在課室中嘗試進行民主教育 9. 首先要肯定課室氣氛是開放的 9. 師生之間在教學過程中有一定的對話和討論 9. 紛爭是用理由去解決的 9. 個人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是有相對關係的 9. 而不干擾他人的教育學是大家的共同目標 9. 教師仍然保持其權威 9. 不過是一種指導和輔導性的權威 9. 他的教學帶啟發性的 9. 處理紛爭是公正的 9. 分析爭論性問題是下觀的 9. 此外,教師在選擇教育內容方面 9. 要盡量配合現代民主社會的要求 9. 學校的功能是培養一種 9. 適合民主群體的生護態度 9. 這一點度威爾不厭其長的一再強調 9. 和全受作為公民所必具的知識和技能 9. 故此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方法 9. 也應配合民主社會精神 9. 使學生將來成為一角色應現代社會的良好公民 9. 另一方面,在學校互動的過程中 9. 老師的角色也要符合民主精神 9. 道威爾認為,教育即生護,即生長,即經驗改造 10. 應用在教學上,便是重造中學 9. 真理和生護需要分不開,探求真理不能脫離實踐經驗 9. 故此,老師應容許學生有高度自由去組織他們自己的群體互動 9. 由和其他學生團體共同發起和組織學習及民喻互動 9. 透過頻密的相互交往去建立一種協作關係 9. 教師的角色,除了積極地鼓勵學生去參與其他班級的同學合作交流 9. 還要從旁協助學生了解互動的意義 9. 總結 9. 民主精神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9. 民主社會和民主教育是我們努力探求的理想 9. 在學校教育民主化中,單向的知識傳授 9. 最多只能使學生明白參與的重要性 9. 若要使學生能親身體回到參與的功能 9. 則學校體制本身與其運作過程,必須要開放 9. 使學生能從參與的經驗中接受教育民主化的啟蒂 9. 但是,學校教育民主化的開放性應該去到哪一個程度? 9. 這是一個大問題 11. 因為在不適當的時機,在一個落後甚至不成熟的社會去實施完全開放自由政策 9. 可能會帶來泛自由,放任的無政府狀況 9. 這樣,大家正正是得不到自由 9. 那麼,尤其是在中,小學,大部分都是不成熟的兒童和青少年,學校民主開放應去到怎樣的程度? 9. 其實,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不同成熟程度有不同的開放要求 9. 要從實際經驗去求一個適中點,並不是從理論層面可知哪一個具體的要求 9. 正如道威說,生長是向前發展的和向上提高的 9. 他忍艾麥先生的話 9. 尊重兒童不能叫兒童放縱任性而留為無政府狀態,保持兒童的天真不是叫兒童不加思考的老網萬行 9. 總之,我們相信阿里是多德所言,人是理性動物 9. 而同的理性民主精神是可以透過學校教育民主化,循序漸進的萬萬啟發出的 9. 絕色 1. 實踐落實的具體方面非常多,不是本人有限篇幅可概括 9. 22. William H. Kill a Trick, Foundations of Method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5 第七章 黃坤輝 黑白屈教育思想 在國立台灣思凡大學教育研究所編輯組編 西洋教育思想 下 台北 文圖書出版社 一千九百七十九 頁六百六十七 八百六十四 3. Right Bracket 這句話一直影響西方思想 人類都以理性為依歸 這是西方人眾志的精神 4. Right Bracket 杜威是近代重要的美國教育哲學家 但在著作 民主主義與教育 中曾提過此論點 5. Right Bracket 中國教育哲學家孔子所言 6. Right Bracket 天父平等之論調 在開始時刻風行一時 深入人心 一度成為反抗專制暴政之原動力 7. Right Bracket 這是杜威在民主與教育一書所談的理論 8. Right Bracket 多為英國極負聲望的歸族學校 9. Right Bracket 此等學校多崇上道威等教育哲學家所講的進步主義教育哲學 10. Right Bracket 建道威之民主主義與教育 11. Right Bracket 這問題與哲學上之自由與權威之衝突大之相似 Copyright HongKongSocietyofHumanistic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